我是站住成一镜 今天热什么 原定在1月1日恢复的燃油浮动机制 昨天突然紧急刹车 财政部发文告宣布 RUN95、RUN97以及柴油的燃油价格 将在未来几天维持不变 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 那首相马哈迪今天在出席一场活动后就解释说 汽油之所以没有下调 主要是因为政府接到了业者的投诉 说不满意实施浮动机制 他说 既然民众和业者双方都有不满意的声音 那这件事就得带上明天的内阁会议开会讨论 马哈迪强调 政府也希望能够降低油价 不过他们也必须考量到买卖双方的利益 那如果业者赚不到钱 他们不卖燃油 那我们也买不到燃油 因此明天的内阁会议将会以双方的利益为出发点 来制定最新的燃油价格 而目前RUN95的燃油价格停留在每公升2令吉20千 林冠英就说 这也会是RUN95的顶价 那如果油价超过顶价的话呢 那政府就会补贴人民 这是新政策 因为前朝政府没有这么做过 而实施这项政策是为了保护消费者 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时候 他们也将确保燃油的零售价 不会超过现有的顶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